好,首先呢,老師您進到我們OneNote這個平台之後呢 您可以從右上角或者會員登錄這邊 用授權的或者你用Email註冊都可以 好,那註冊完之後呢 如果你用訪客,我們就在這邊按下去的發揮出代碼 下次您用相同的代碼在下面這裡 直接輸進來就OK了 那我們現在來這邊按一下 好,發揮出代碼出來了 如果你不小心忘記了 右上角這裡還可以看得到 好,那您點進來就可以編輯一下您的個人資訊 用暱稱或是真實姓名都沒關係 我們的資料在發現裡面的群組 好,預設進來是在課程 就進到群組裡面,找到它之後 按一下,按加入,這樣就OK了 好,那您進來了之後呢 我順便跟老師提一下我們這個 OneNote大概怎麼樣去使用 首先呢,我先縮小一點 好,來,這裡 就是第一個是所謂的訊息的部分 就是我們有一些資料先公告在這裡 那這裡呢,有幫大家準備一個 延期的互動白板 好,如果說老師您 上課過程,不好意思打斷我 沒有關係,你就點到這個裡面按一下 這個是Google的繪圖 平常大部分大家看到Google繪圖 應該都不去一步 因為比小畫家還爛 對不對 可是它是一個很好的什麼 就是互動的一個工具 那比如說老師有任何的問題 欸,這裡 最簡單的您可以找上面這邊 上面這裡 有沒有,文字方塊 對不對 你可以按一下 那你就在這邊 噢,點一下 噢,你看 我已經看到 好多人進來了 有沒有 我們這種豪華版的 就是有這種好處 螢幕都沒有被切到 呵呵呵呵 所以呢 每個人進來 每個人進來 每個人進來啊 在這邊都是什麼 都是逆稱 有沒有 都是逆稱 所以呢 你不用擔心說那個 對,你看 十二位實在 有沒有,每個都是逆稱 欸,像這樣 很好 大家都會用的 所以我不用介紹 然後呢 如果呢 你覺得這樣不行 你想要用畫的 這裡有一些工具 也有沒有塗鴉的 你也可以 像今天天氣很不錯 對不對 這樣大家也看得懂 有沒有發現大家都及時的 所以這樣白板工具 就還蠻好用 那另外當然還有很重要的 如果你覺得 欸 我的畫面是有問題的 你也可以 網路上的圖片 或者照片 都可以 你就把它怎麼樣 來這邊 我就把它抓下來 或者是複製都可以 好,我複製好了 在這邊Ctrl加V 貼上去就可以了 有沒有就進來了 你就可以像這樣子 欸,不錯不錯 大家都來了 有沒有 那萬一你有一樣的問題 也不用重複問 因為呢 這裡有註解的功能 你看上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註解 所以 最近 欸,前一段時間 不是說這個工具 還有Google文件 已經成為美國高中 國中生 高中生最喜歡的 上課 聊天工具 哈哈哈 欸,因為老師的教材都在上面 然後呢 大家就在旁邊開啟聊天室 就是用註解 有沒有 你有問題 加一 大家都會糾團 是嗎 就在這邊 你就繼續加二 加三 或者你有任何問題 就同樣的 你就點到它 點到它 再後面這樣加進去 這樣就可以 如果呢 已經解決了 就按一下解決 欸,不錯 但是老師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用了註解功能 馬上就被發現是誰了 有沒有 哈哈哈 因為呢 我有開放的是 匿名登錄 可是呢 你用註解 它會什麼 抓你Google登錄的帳號 哈哈哈 這樣了解 所以這個功能還蠻好用的 欸,就是 上課也好 都即時討論 也蠻不錯的一個工具 那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 老師上課不用插白欄 因為呢 你這個弄髮的 Google的好處就是在這邊 因為現在各位不是管理者 所以我用管理者的帳號 登錄一下 好 這個我進來 你現在看到這樣子 我們到這裡來 好 現在我已經登錄好帳號 你可以看到 有沒有版本記錄 所以呢 雖然這邊 老師已經 剛剛有人把東西刪掉了 對不對 但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嘛 有沒有看到 還在 而且呢 你可以 如果你怕 我要還原回去 你可以先把這個版本記錄起來 比如說是大家 第一次體驗 好 那沒關係 我就還原到我昨天晚上的版本 有沒有 老師這樣想 想要插白板嗎 不用 還原回去 好啦 還原了 但是呢 剛剛那還在 所以你不用緊張 這樣所有的討論 你看 在這裡 第一次體驗 有沒有又回來了 所以這樣是不是大家討論幾乎都在 Google的 不在於它的什麼 功能很強 而在於說這種 互動性很強 所以我們要的就是像這樣 所以老師呢 如果待會兒你延期進行中 有任何問題 你可以在這邊看 這打字貼圖 畫都可以 好 那我們再往下走 這個Line群組 代表後面大家再加入 所以 這是 那下面這個呢 就是我們今天 就是主軸的部分 我們今天上下 我們有兩個 兩個主題 等一下會再跟各位介紹 那我們順便看一下 我們右手邊 右手邊呢 除了剛剛我們所看到的 就是有上課的錄影片 的位置 那你也可以連到我的這個 學習網 部落格 還有我的教學 YouTube教學頻道 事實上我有兩個教學頻道 好 那您進來這邊 您進到首頁這裡 這裡是平常公開上課的地方 那另外呢 還有一個是學校的 學校的上課 其實我學校上課也會像這樣 就是都有上課錄影 所以現在很討厭 學生不來上課我也沒辦法 反正他找得到我 好 那你往下走往下走 在這邊 有沒有 我有兩個 有兩個 好 那我們先看上面這一個 像這樣進來 那我的YouTube經營頻道 跟一般比較 大家比較常見的 比較不同 我是用清淡的方式在做經營 所以我會把去哪裡上課的 像這樣整理起來 所以您要看就跟在現場看一樣 我會盡量做到 因為像這個就是去 那個樹的特大 他們先體驗一下 然後 像這樣子 有沒有 這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所以像這樣的話 因為用這種方式經營的YouTube 好像比較少一點 好像比較少 我是用這種方式去整理 好那盡可能讓大家可以比較方便看到 好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您可以看到我們在這邊 除了這個以外啊 其實我有放 這裡可以打開 還有更多的連結 有沒有 這裡可以打開 那下面這邊呢 是我學校的 這個我們後面有機會再講 那麼往下走 這個地方 還有我們今天 主要會用到的打開 我也放在這邊 像剛剛我那個抓螢幕的就是這個 叫Sneak Paste 好 Sneak Paste 那現在呢 因為老師的電腦裡面還沒有軟體 您可以 也可以先在這個時候 先把這兩個軟體把它先 下載下來 這兩個是需要用安裝的 我們今天 您用到所謂的OBS 虛擬盛盒 因為它並沒有什麼 剪接功能 所以我就搭配另外一個數位教材的 製作工具 也是 在影片剪輯部分是完全免費 那你就可以按一下 這個我都放在原端臉上 直接下載就好了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下載下來 好 把它下載下來 好 那另外一個也是 這叫Active Rent 這兩個都有中文 這兩個都有中文 所以您可以不用擔心說 這個有沒有畫面 看不懂的問題 就是外面 這個OneNote使用 應該這樣大家就沒問題了 那我們真正資料 是在任務裡面 所以你點開這個 這個 您就可以看到 在這邊 那每一個主題 點開裡面 都有不同的 這個教材的內容 教材的內容 那麼您可以從這邊 按一下 就是這個單元 點一下打開 然後按一下 就可以進到教材裡面 好 那在教材裡面的話 您進來之後 通常都會有這個提示 好 第一次進來會有這個提示 那你就我了解就好 那OneNote呢 在右手邊這裡 它是可以做這個文字型的筆記 或者是圖畫型的筆記 就截圖 現在有點討厭就是 現在講截圖都是對岸的名字 有沒有 我們抓圖 截取畫面 你可以在這邊 比如說你打了 放進去 有沒有 那你看我這裡 這個 但是目前它手寫筆記 這個抓圖功能 要到5月6號以後 才會就是再更新 暫時目前不能用 暫時不能用 它因為Google那個 擴充工具有更新 它還在更新中 所以像這樣子 您就可以把教材跟筆記 就做在一起了 所以這是OneNote的優點 所以我們大致上 跟導致稍微介紹一下 這樣OneNote 您應該就比較容易使用了 好